你们知道这只流浪漫有多胆小吗 赶紧回家的时候啊 真的是怕得要死啊 看到人都要躲起来的 平时不能这样快速的跑过去 然后吓到他 他一害怕的话就直接起飞了 上次出门带他打一秒 直接就在车上吓尿了 也不能在他面前用这些电器 他会以为你想干嘛他 会把他吓到三分吓跳的 好了好了没事了 现在他就只敢待在自己的房间 非常的胆小不敢出门 如果你非要他出来的话 他会变得很害怕的 我说他会吓成兔子你信不信 我们都知道这只流浪猫天生 就是短尾巴的 也就是麒麟尾 所以他是麒麟猫 我在网上有查了下 麒麟猫是招财猫耶 难怪他长了一副贵妃脸 为了鉴定他是不是真的招财猫 于是我次具之买了两张呱呱乐回家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招财 放马过来吧 这个其实也很简单 只要刮到数字8就可以中到奖了 但是呢第一张就一个都没有中到 看来你也没那么招财啊 那好我们再试试第二张看看 但是第二张刮开好像就发现 好像是中了耶 你看啊这里80 100 10块 加10块 哇这张我们中了200块耶 妈爷 看来麒麟尾好像是真的会招财耶 有这么招财的麒麟猫 你们还不快来评论区 许下你们的新年愿望 万一实现了呢 小骚猫 你怎么这么会呀 你这样子 我很难把持得住呀 你是在跟我玩 欲禽顾 纵马騷猫 大家大家都知道 妹姐姐的脾气是比赖 傲罩的 见一个就揍一个 所以家里是没人敢靠近他的 但是我们布哥好像就是好这一口 我喜欢狂野 每天都想办法行进他 不管被揍几次都不会放弃 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用真诚打动了他 最后如愿以偿的舔上了梅姐姐 但问题也就跟着来了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梅姐姐就会发情 然后门外的布哥居然也跟着发情了 如果让他们待在一起 就会做一些羞羞的事情 你们在干嘛呀 不管我怎么劝都没有用 你们是没有结果的 甚至还变本加厉的另外在一起 那我就只能请帮手了 尼尼你在不管下 他就要当你妈了 原生不太好想起 他跟我们对我离 一生不太好有名气 不能备在他手里 女士 女士 全身上至于魔龙的分材地 俺娘娘様に向かうなんて ただ 欲も俺の光光を盗んだな この老人子 真似で 俺は誰だと思っている ビールス様だぞ 俺はビールス 行く旅の絶対死ぬぞ 暗い ニコパンチ 短短短短,我覺得 THERE MO U T 體驚覺得很誇張 fluor 看一眼,就出了 快點 他肯定没有钱 要购买了吗 嗯? 还没吗? 我说不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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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要给梅姐姐洗澡了 嘿嘿嘿 这不半年没洗了吗 所以给她洗个澡放心下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 梅姐最近好像胖了不少 我才不胖 我们现在弄死她看看是不是实心的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水桶腰吗 不得不提下的是 梅姐现在洗澡可乖了 就是洗澡的时候也爱唠叨 给你们感受下 给夹子猫洗澡也多次 行了行了 我们现在去泡澡吧 你看你多脏水都变黑了 再给她撒点猫薄荷入味 最后再给她洗个头 突然觉得她好像那个水台啊 背后就更像了 擦干身体之后 我们就拿去烘干箱烘半个小时 你看猫薄荷都把他们吸引过来围光了 吹干之后就给梅姐穿件新衣服 嗯好看的嘞 最后别忘了给她吃个猫条奖励她哦 这还差不多 你们说绝育的公猫还能拿啥吗 大家都知道我们布格早就已经不行了 但是奇怪的是 梅姐每次发情都只找布格帮忙 而且事后还真的要梅姐姐打滚起来了 这难免会让我怀疑她是不是还没绝干净啊 更要命的是我发现梅姐的肚子怎么还有点鼓鼓的 你们两个该不会真的有种了吧 让你猜猜 为了安全起见 我还是要把梅姐拿去绝育才行 但是老粉都知道我们家是讲民主的 那现在有两个选择给你 绝不绝育你自己决定 你找过来 哦她做出选择了 那你们都看到了 这是她自己选吧 那就过几天给你绝育吧 可不能后悔哦 我感觉被套路了 所以这几天就不能再让她发情了 这个重任就交给妮妮吧 包在我身上 今天我们要带梅姐姐去绝育啦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阴套矛盾 我们先走个流程让她签个同意书先 你看梅姐姐都快感动得要哭了 到了一样我们先让医生检查 她的大肚子有没有怀孕 结果只是吃撑了 因为梅姐姐也是个老人家了 所以绝育前给她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现在让我们欣赏一下梅姐姐的绝育瞬间吧 你看她都要气死了 这次每五个罐罐都解决不了 好在手术很成功 医生还给我看了她的子宫说都已经出问题了 好家伙 难怪生孩子那么淡定 原来是生了很多次了 本来还想说给她住院几天的 但是发现她的邻居好像有了意见 今天有猫又吃了 你看她慌得一皮 那我们还是回家吧 回家后她果然又生气了 不肯出来了 最近有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梅姐姐会没牙了 一直以来我以为她没牙是因为口言被好心人给拔了 直到我发现她居然还有牙根 而且还发炎了 因为一般口言都是全口拔牙的 怎么还会剩下牙根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就做了进一步的检查 检查后医生却告诉我 梅姐根本就没有得过口言 那为什么她没有口言 但牙却都断在里面了呢 也就是说梅姐很大可能以前是遭受过虐待的 所以难怪她以前那么怕我 如果是我一口牙被人敲烂的话 我肯定恨死人类了 于是最近我又要给她安排拔牙根的手术了 到时候梅姐就真正是无牙毛靠牙龈又刚放了 现在想想即使梅姐遇见过坏人 但她这次还是选择相信了我 那我也不能辜负她 你以后再也不用去流浪了 等我们做完这个手术 我就给你上户口吧 原来梅姐姐的牙真的是被人敲烂的 今天是我们带梅姐去拔牙根的日子了 因为医生不知道还有多少牙根 所以得先拍个片 但是结果真的是让我们都震惊了 原来梅姐姐的牙齿全都还在 但几乎是全都剩一点在牙肉里面 说明她的牙齿全都是被敲断的 而不是被拔的 虽然她做的不是口言手术 但却比口言拔牙更难 有没有看很多刀把牙根清理出来 没想到梅姐表面上没有牙 但是牙肉里面却能挑出很多牙齿碎出来 这孩子是一半的牙根 剩下都融到肉里面没法拔了 看到这里真的好心疼梅姐姐 手术后的梅姐就很害怕 甚至都哭了 可能嘴巴的疼痛 让她想起了被人虐待的回忆 因为梅姐的嘴巴缝了很多针 吃东西很不方便 好在最后梅姐还是保住了两颗后巢牙 她原本比谁牙都多 但却被坏人毫无理由的敲碎 甚至还隐隐作痛了那么多年 虽然梅姐现在很多肉都咬不到 但是你放心 下半辈子就让我来照顾你 你还愿意相信我吗 等等今天我们要给梅姐姐入户口啦 去年六月份我在火车上捡了这只流浪猫回来 因为当时只是打算给她生完孩子就送走 所以就很随便的取了个名字叫小火车 你看啊 当时还是经过她的同意跟她签了个赞助协议的咧 找到冤大头了 但后面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在相处的过程中 我们也不知不觉的被这只老母猫给吸引住了 可能是这猫真的很有特点吧 有时候它会对着你来一个没事微笑 不仅叫声叫得跟鸟一样动听 有时候它还会省毛沙去蹲马桶 拉死的姿势更是一天一个不同样的 再加上它流浪的时候被人敲碎了牙 所以它很需要有个人可以照顾它 那今天我们就给它上户口吧 所以这张赞助协议我们就当作废掉咯 然后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叫它梅姐姐 再加上我姓陈 那以后你的本名就叫陈梅庄吧 那以后梅姐姐就请大家多多指教哦 大家好呀 自从我们知道梅姐的牙是被人敲眉的 就有很多人关心 它的尾巴是不是也是被人剪断的 其实这个我也是怀疑过的 好在拍片后发现是有尾巴尖的 但是它有个脚指甲是被拔掉的 不确定是打架弄到的还是人为伤害的 也是因为梅姐被人虐待过 所以我也是花了很久的时间才稍微养熟了点 但它也是认人的 例如我抱抱它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对象抱它它就十分抗计 要不你试试脱下手毛 它就喜欢眉毛的 你看它跟布格多亲密 你看脱了毛它就肯给你抱了 但是现在梅姐姐还是会经常神经兮兮的 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躲起来 毕竟被人虐待的创伤 估计一辈子都很难磨灭吧 但只要我每天都坚持亲它 我相信迟早有一天它会爱上我的 救命啊 虐猫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